国际新闻焦点我们来关心 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 最近火山活动频频发生 短短两天之内已经有多达2800次的地震 地表出现许多裂缝 而根据冰岛气象局最新的估计 沿江距离地表不到800公尺 火山爆发似乎迫在眉睫 马路出现巨大裂缝 不但高低落差明显 还有白烟不断从裂缝冒出 从空中鸟看 裂缝长达好几公尺 附近建筑也出现军裂 令人触目惊心 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 进来火山活动频传 林海小镇格林达威克首当其冲 警方13号封闭镇上道路 撤离将近4000位居民 地面不断摇晃 小镇居民夜不成眠 短短两天内 已有多达2800次的地震 岩浆距离地表不到800公尺 火山爆发似乎迫在眉睫 冰岛气象局预估 接下来会有三种可能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侵入的岩浆可能累积在地壳上层 却没有喷发 而是缓慢冷却 这也是最理想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则是岩浆不断累积压力 最终导致火山爆发 不过火山爆发也有可能不在陆地上 而是海底火山 但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最小 林优人编译